在咸鱼上看到这辆电动车 然后觉得它外观还挺新的 然后车主也说他就用了半年左右 当时是约在酒保见面 天色也暗下来了 然后就只是检查了一下外观 然后跟那个刹车 然后那个灯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发现就也还可以 骑了一下也还可以 然后就没有留意 然后本来想通过咸鱼支付的 然后他就是谎称 这个咸鱼是他朋友的账号 不能最好不要转 那个不要走咸鱼 然后我就通过那个支付宝给他转账 小徐说当时通过讨价还价 转了1300给对方 这辆二手小龟王车身上没有品牌名 但外观确实看着挺新的 可是车子骑了一天就没电了 而且无法充电 去那个修电瓶车的垫里面 发现这个电瓶是 就是里面打开之后是秀机斑斑 然后很旧的那种可能骑了五六年的那种感觉 修电瓶车的师傅说 就是它只是几个小电瓶合在一起的 可能用个一次两次就没有用的那种 也就是外壳是新的 对 里面是垃圾 是的 小徐再次拨打对方手机已经关机了 闲鱼上对方也已经把他拉黑 听到这里记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去年年底有一位张师傅 他的遭遇和小徐如出一辙 当时张师傅和闲鱼卖家的聊天记录显示 对方本来是打字的 说是要1650元 张师傅把价格砍到了1500 然后对方突然改语音了 这段语音的大概内容是要张师傅通过微信联系 因为在闲鱼的聊天软件里 如果提到微信等敏感词 就会直接跳出警示 提醒买家不要通过第三方平台交易 可当时张师傅不懂 此后张师傅和对方约的也是在酒保交易 写的是我有50公里可以开 我开了20公里都不到 他就没电了 没电了 然后我现在这个去打开充电 一直充不进去 打开让这个测行的人检查了一下 他说你里面全部都是旧的小电瓶 根本就是用不来的 张师傅后来也是被卖家拉黑了 通过闲鱼和微信也都联系不上对方 对比张师傅和小徐买小龟王的遭遇 都是花了1000多买了二手小龟王 以为得了实惠 结果车子都有问题 买到的只是一个外观较新的乌龟壳 此外我发现闲鱼上还有很多类似的账号 都是同样一辆车的外形 照片是同一张 照片是同一张 然后可能发了十几二十条 然后文案也是一模一样的 正如小徐所说 闲鱼上确实有不少卖家 用同一张照片 在低价转让半年不到的小龟王 小徐怀疑这可能就是一种套路 再看车子的评据 品名一栏 只简单的写了小龟王六十伏电动车 购买时间是2019年11月17号 原价是2500元 收据上也没有盖章 另外还有一份使用说明书 但记者翻了一遍 厂家是谁压根就没提到 小徐说他已经花了五六百 买了新的电瓶和充电器 打算就这样骑着了 找记者反应问题 主要是想提醒大家 遇到类似的情况 别再上当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阿里公关部 对方表示会调查 同时再次通过我们提醒买家 千万不要脱离咸鱼平台 到线下去进行交易 如果不通过咸鱼下单交易 就会失去平台的相关保障 18黄金也记者报道 连硬好 请不吝点赞光 担 Remember